為了令伴侶有難忘回憶 有人會選擇溫馨簡樸的求婚方式 亦都有人會請求婚策劃師幫手 看看兩對戀人的求婚經歷 幾個月前 Herman在求婚策劃師的憲座下 為Dramaine帶來了驚喜的求婚 Dramaine有些正確的 我好像有一個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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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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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朋友叫Dramaine 陪她到九龍公園看樂隊表演 她記得那裡是她和男朋友定情的地方 但是就想不到 一切都是Herman的安排 我差不多了 我都很緊張 突然間看著我 看到有一段影片 播放的時候 我問哪一刻是我來的 我走到一刻才不見 因為今天是我的一件事 張家傑 麻煩你打給我 Dex的公司開業六年 她說不計戒指 客人求婚花快由最初價三四千元 升到現在大約一萬元 越來越多人希望有一些創新驚喜的求婚 好像日本傳入的快閃網等等 電影、電視、傳媒的報導 好像之前的直升機構那樣 其實有很多東西幫會令到他們 會想令到自己的事會特別些、難忘些 對 近年年底有調查顯示 港人平均花三萬六千元在求婚 校的年前增長兩成 近六成受港女性希望伴侶求婚的時候 至少送一卡腳轉介 有大型求婚 亦都有人選擇減貨的方式 阿龍和阿水是大學同學 結了分近兩年 阿龍當年就在這裏 以草戒指向阿水求婚 有些分別來遲就馬上在附近 扎個草戒指向阿水求婚 阿水以前都覺得 花和戒指是求婚必須品 但是阿龍改變了它 原來拍拖開心 不一定要用錢買回來 那些要花很多錢的Decoration 我都會見到她對我的誠意 我都會認得她答應 近年不少人都會把情侶之間的浪漫 放上社交平台和人分享 阿水說 另一些人會有期待 慢慢都知道多的時候 我能用比較的 都希望大家會想起 如何才是適合自己 是自己真的喜歡的方式 希望每一對情侶 我對夫婦都不懂 無私電視記者 你兩回報道